欢迎来到KK音乐 孙一珍是天然型的美女代表 有颜值更有演技 她清新的气质自然的演技十分讨人喜欢 无疑她是众多网友和粉丝心中的梦中女神 一、在街拍爱的迫降之前 上心算了算也数了数 她出道19年拍了32部影视剧 这32部影视剧中 有一部是孙一珍和玄斌合作的《协商》 还有一部是《秘密花园》 《秘密花园》是客串 孙一珍镜头不多 只出现在第20集里 这一部暂且不算 也就是说 孙一珍拍了31部影视剧 没和别人因戏生情 却唯独和玄斌谈了恋爱 孙一珍和玄斌合作之前 曾与韩国的众多知名男性有合作过 但即便是这样 孙一珍却从未爆出过恋爱绯闻 而每当有人问孙一珍有没有男朋友 她也总是笑着否认 她曾透露 自己眼光高 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自己的 所以还没有男朋友 有人说 作为拍过30多部影视剧的 演艺圈长青树 没有恋爱经历不太可能 只能说 经济公司保护得好 没有爆出来而已 关于孙一珍男友的蛛丝马迹 外界知道的少之又少 孙一珍到底有没有男朋友 也一直是一个未知数 直到爱的迫降热播 两人的默契配合 再加上戏外甜蜜互动 让无数粉迷纷纷入坑 孙一珍和悬宾恋情传闻开始迅速传出 好奇心使然 长得太美 多年无绯闻的孙一珍 与阳光帅气的悬宾 两人的感情问题也成为大家最关注的点 二 悬宾孙一珍承认恋情 那真是甜杀众人 有网友开心地说 终于磕到了真情侣了 三天了 我还是好快乐 于是乎 也有不少网友开始翻看 两人在合作剧中的精彩瞬间 精细地发现 两人的真爱真的有迹可循 上心也看了 翻看了爱的迫降甜蜜场景 路演 专访等诸多过往 结果呢 越看越觉得两人实在太甜了 有一次两人因为爱的迫降路演 主持人问孙一珍是否有男友 有谁注意到悬宾的表情 真的是太逗太可爱了 现在看来 当时悬宾的举动也有点太过于明显了吧 原本 悬宾和孙一珍两个人都靠在椅子上 当孙一珍被问是否有男友时 悬宾立马将身体坐直 侧着脸 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孙一珍 与此相反 孙一珍表现得却很淡定而从容 直到他说出没有男友时 悬宾才舒了口气 瞬间放松了许多 所以之前传恋爱不怪网友 是悬宾没有藏住爱的眼神 三 悬宾还有更可爱的一面 路演刚开始 悬宾表现得很冷酷 当现场粉丝夸孙一珍时 悬宾的表情那真的是抑制不住的开心 绝对是发自内心 笑得和花儿一样 不知道内情的人一定会有疑问 人家明明都在夸赞孙一珍 悬宾怎么表现得比夸赞自己还要高兴呢 咱们可不可以控制一下自己的表情呀 尤其是当孙一珍被问到 一时回答不上来的问题 变得不知所措 向身边的悬宾求助时 悬宾露出很自豪的表情 原来喜欢一个人真的藏不住 即使捂住嘴巴 喜欢也会从眼睛里冒出来 现在在翻看那些甜蜜瞬间 被悬宾的眼神温柔到了有没有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 孙一珍比悬宾大八个月 孙一珍希望悬宾叫自己姐姐 悬宾坚决不叫 在孙一珍说话时 悬宾不仅在一旁静静聆听 还会时不时盯到出神 也不知道他的脖子累不累 眼睛累不累 盯气狂魔应该是非悬宾莫属了 突然间让人恍人大悟 也许眼睛不是自己的 感觉悬宾的眼睛是租来的一样 眨都舍不得眨一下 多看一会儿试一会儿 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的确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真的从眼睛里弥漫着爱 这里是不是应该有悬宾的独白 妈呀 我老婆怎么这么漂亮 这下好了 可以娶回家看个够了 哪怕她是跃进千番的大明星 平时那么收敛 谨慎稳重的一个人 感情浓烈到收不住 确认过眼神 遇见对的人 的确 如此势均力敌又高浓度的感情很难遇 四 现在看来种种蛛丝马迹 也让人感觉悬宾好珍惜孙一珍 有孙一珍的地方 我们只能看到悬宾的半张脸 真应了那句话 恋爱中的人果然智商为零 眼神就透露出来了 他突然就成了一个不太聪明的憨憨 全然不顾台下坐着那么多人 只顾盯着自己的媳妇出神 真是长姿势了 以后追剧再有阴系生情的情侣 完全可以对标孙一珍悬宾 保田保真 同理可得 我刻的CP也是真的 是不是get到了精髓 虽然这些在两人没有公开的时候 就已经刻过无数遍了 但是公开了之后就觉得 刻的糖都是实锤 更甜了 而且甜了无数倍 看看这些甜宠的画面 上心的嘴角三天了还没有下来 在嘴角疯狂上扬的同时 上心开始严重的怀疑 导演和编剧当初是不是在骗人 爱的迫降重温一遍 居然成了爱情纪录片 你曾以为的剧中CP 却是假戏真做的真情理 甜蜜 孙一珍拍了31部影视剧 没和别人音戏生情 却唯独和玄斌谈了恋爱 多好啊 两个人气场 颜值 镜头感都在线 真的是配一脸 这位网友说得真好 我刻的CP成了真 必须结婚 追了这么久 看到他俩在一起 我真是莫名的开心 玄斌喜欢孙一珍 孙一珍喜欢玄斌 而我呢 喜欢玄斌孙一珍 我的快乐是双份的 82年的玄斌和82年的孙一珍 比82年的9还要上头 玄斌